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场抛锚无法前进 驾驶之后加快速度通过积雪路段 民众站在家门口完全走不出去 看到瓦斯桶飘在水面上直呼太夸张 还有骑士戴着安全帽涉水而过 在首号下午一点多桃源地区突然下起大雨 发的降雨量高达59毫米 龟山地区也有50.5毫米的降雨量 中央气象局紧急发布一级淹水警戒 有一点湿是那个水泼进来的 不是淹进来的 那是水泼进来的啦 所以里面没有淹到 爱车困在水中动弹不得 好不容易打开车门却有雨水泼进车内 另外加油站也有大量积水 员工只好赶紧清理 没办法 这座车都抄毛 根本就没办法走 根本就没办法走 那个水质很高 高到这个膝盖都不会怎么走 新南风筝强替北台湾带来强降雨 让桃源淹水灾情平传 不过好在大雨来得快也去得快 积水随即马上消退 本身上赵云洋新一 SNG小组桃源采法报导